第103集 虽然母夜叉看不见了 但老王吓得不轻啊 躺在凉席上一个劲的大喊大叫 这时人来到了老王的跟前 看到老王的样子哈哈大笑 像老王胆子大原来是装的呀 原来这些人都是邻居 怕老王在这里出了事 于是几个人合伙壮胆 来看看老王怎么样 这时的老王却不一样了 盼着救星来救了自己一命啊 对那些绩效充耳不闻 一个劲的谢那些人的救命之恩 那些人看老王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于是这才有点相信老王遇鬼的事情 让老王把事情说了一遍 当老王把母夜叉的舌头 咬出血的事情说了一遍 大家都赶紧的把手电筒朝梁席上照 这一照啊 看见梁席上有一大碳黑水 凑近一闻黑水带着一股腥臭味 十分难闻 让人作傲 再一闻老王的嘴里也是这种腥臭味 就赶紧捂着鼻子不和老王对脸 老王刚才由于太害怕了 没有注意到嘴里的味 这时一闻到嘴里的腐臭味 当时就趴在那里吐了起来 由于嘴里的臭味资进了五脏六腑 老王的嘴里好些日子 那种气味都取不掉 自那之后 庄上的人都不敢对着老王那咬过鬼的嘴说话 老王也不提自己大胆了 晚上一黑天绝对不出门 这是两次玉母夜叉的情景 这两次人都没有死 算是幸运 可有些人就没有那么幸运 我们装接连几个喝农药的 明明不是什么大事 可偏偏就喝了农药 有抢救过来对大家说 其实他自己也没想喝要死 都是母夜叉小缩的 其中有个喝农药的 因为喝的是低涂农药 被医院抢救过来 好了之后 他说出了自己喝农药的事情 本来是和自己的丈夫吵了一架 婆婆拉了偏架向着自己的丈夫 自己的婆婆胡窝子 不是一次两次了 那个小媳妇一般哭一会就没事了 可偏偏那一次自己在屋里哭着哭着 就忽然听到屋里有人用虚呼飘渺的声音说 死了好 死了好 活着受气 杀时劳 喝上一瓶滴滴味 喝下之后烦恼少 劝自己死的声音 不知怎么回事 就说到小媳妇的心里去了 小媳妇心里想 这样的日子 啥时候是个头啊 活着还不如一死了之呢 心里刚想到一个死字 那个字就在心中挥之不去了 自己无论怎么想 最后都是想到死 感觉死了之后痛快 死了之后再也不用受婆婆的气了 想想自己的家再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 自己的丈夫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 什么事都听她娘的 这样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自己无论如何不能活了 得想个办法死 可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小媳妇一时拿不准 是喝药死还是上吊死 正想着自己怎么死 这时 那个声音又说话 死还不简单 上吊罩神 喝药罩瓶 挑尽王后行 不过 上吊疼 跳尽慢 喝药不痛苦 小媳妇听到声音 好像是从梁头上传来 于是抬头看 小媳妇一抬头 看见一块飘动的红布 浮在房梁上 怪事儿 自己家的梁头上从来没有红布 于是仔细的看了起来 这一看 正好和趴在梁头上的母夜叉 来了个对眼 小媳妇看到母夜叉的时候 母夜叉正朝着她挤眉弄眼 小媳妇一看母夜叉披头散发 蹊跷流血 面目十分的可怕 小媳妇当时吓得一下子坐在了地上 这时母夜叉从梁头上下 把脸用手一抹 变成了原来的模样 和颜悦色地说 你死都不怕 还怕我这个死鬼不成 谁死后都是一个样 你家丈夫不知道疼惜你 你婆婆只知道疼儿子 你现在只有死了 他们才能知道后悔 到时候你死了 变成厉鬼 就可以搅得他们家宅不宁 让他们活在惊恐之中 岂不是好事 你看看我 整日里让何老三如同惊弓之鸟 想死还死不了 走吧 跟着我走 我领着你买药去 到时候只要你一闭眼喝下去 就和我一个样了 小媳妇听母夜叉的话 觉得十分有道理 于是就鬼迷心窍地 跟着去买农药 迪迪为这种农药剧毒 喝下去之后 潜伏期短 死亡率高 即使抢救过来的 也急意再次复发死亡 后来有了百草窟 喝了那个东西 达到一定的数量 虽然百分百的死亡 不过死亡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 极其痛苦 所以啊 后来服毒自杀的 还是选择了滴滴味 不过啊 不管选什么毒药自杀 都有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 当喝下第一口农药的时候 死亡之旅就开始了 这时候你再后悔 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那些经常生气郁闷的人呢 千万不要一时想不开 而去自杀 有些是那些鬼 在引导你去自杀 也就是鬼领路 所以再难过去的坎儿 都千万不要想着死字 不然啊 真就被稀里糊涂地 那却当了体身了 小媳妇也是这样 被厉鬼母爷插的几句好话 骗得一心寻死 小媳妇前去买农药 那时候买农药没有限制的 买农药的 还是原来卖给母爷插的那个人 在给小媳妇拿农药的时候啊 莫名其妙地打了一个寒阵 当时感觉不对劲 赶紧仔细看小媳妇的双眼 只见小媳妇目光呆滞 不像是正常人 于是就不卖给小媳妇 没想到 小媳妇像是一下子被鬼魂附体 扬言不卖给她迪迪胃啊 晚上就让卖药的自己喝下去毒死 还警告卖农药的不要多管闲事 卖药的没有办法 于是就说 这屋里的滴滴味不够了 得到后院里拿 到了后院把一瓶滴滴味倒干净 灌了一瓶水 卖给了小媳妇 小媳妇买了滴滴味 回到家中没有看出是水 就一口气喝了个干净 喝下去就等着毒发身亡了 虽然农药倒掉了 但里面还有残留啊 小媳妇照样中了毒 在地上翻滚 疼得肝肠寸断 丈夫回屋一看媳妇喝农药了 就赶紧的找装上的拖拉机 拉到医院里去 由于剂量少啊 没有毒死 当小媳妇好了之后 婆婆再也不敢 给那个小媳妇气受 也就是这件事情之后 庄上的人都估计 前面喝要死的那个人 没准也是被母夜叉 骗着服毒死 从那之后啊 只要一说到母夜叉 全村的人都会谈之色变 大家伙尽量地避开这个话题 今天黄鼠狼子俯身 说出喝药鬼母夜叉 大家自然是比较害怕的 大家议论纷纷 但想不出什么计策 预防喝药鬼进庄子 到最后 有人出主意 到李道爷那里求扶咒 贴在门口防止喝药鬼母夜叉 进家来 就这样 一个完全无法经过 证实的消息啊 搞得全庄上草木皆兵 这时 大人给我们下了死命令 就是晚上绝对不准出门 这是什么事 感谢观看